从鸡尾到鸡头跨越4000公里 我和葵子我们两个开了两辆车 去挑战一下 根河零下58度的天气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 汉中市的花果村 今天晚上我们就在这个地方露营 我们两个去挑战 极寒之地 车上啥也没有 就是我们平时带的被子 然后锅碗烧盆 像什么柴暖 还有暖热贴 暖身贴 还有电热毯我们都没有 不知道这次我们两个去 能不能挑战成功 我们过来看一下 葵子都带的啥 我这个能挑战吗 我这个能挑战吗 你看看 这啥都没有 就一个柴火炉子 然后柴暖也没有 车里就一场被子 就一场被子 就一场被子 啥也没有 而且我这个轮胎 你看看 有电热毯没有 没有 没有 你看我这个轮胎 都没有防滑 都没有防滑的 那个叫雪地胎 就是这个光满满就搞来了 我不知道行不行 你看你那个还好一点 你那个还是虚的 我这个感觉 我车上啥也没有 不知道我们两个能不能到最冷的地方 尽最大努力 如果能挑战成功的话就挑战了 如果挑战不成功的话 不行就买个防滑链 只要是车里不冷就行 你有没有想过买什么暖水袋 还有电影毯之类的 我想买两个暖宝宝 然后买个大便库 还没到就给人冻死了 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 然后这这个村子里边 有那个啥 种的有很多橘子 这边的满山变野 全部都是橘子 我得买呀这么多 等一下我们做完饭 吃完饭之后呢 我们去 把它的橘子给摘一点 我们走的时候路上吃 但是要给钱打 我们可不偷人家东西 今天晚上吃啥饭 吃啥饭 蒸馒头吃 蒸馒头吃 自己整面吃馒头吗 我在买了五块钱的馒头 五块钱多少钱一个 五毛钱一个 五毛钱 今天我们去吃饭的时候 那个饭店 我们要两块钱一个 两块一个 我撒 然后给你看看这个馒头了 来 你看这个馒头 两块 可以可以可以 两块四块钱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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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五块钱的馒头 你看可以可以 你吃四个我吃六个 你吃八个都行 我吃两个就行 我吃两个就行 你说我们两个五块钱 咱俩吃不了吧 能能能 还有萝卜了是吧 还有萝卜炒个萝卜菜 行 没问题 这个炉 这是我买的炉的 行 直接直接一烧热 然后用了高压锅 有那个把馒头一蒸热就吃了 简简单单是吧 又一餐 我跟馗子我们两个啊 每天睡到十一点钟才起来 吃完饭之后呢 十二点钟 每天就开车开个两百公里左右 也不开多了 我们预计到根河的话 大概也就是 现在还有三千三百公里 预计到根河也就是二十多天吧 然后呢我们到根河 不知道再过二十多天 根河那个地方冷不冷 反正它是中国最冷的地方 我到时候我这个车要走不到 你要拉我 那必须的 最起码我 咋说也是个四驱车呀 对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我这个四驱车 如果不带防滑链 能不能行 它有那个叉速锁 这个叉速锁 我不知道是干啥用的 到时候再研究研究 如果不行的话 我的车在冰面上 四驱也不行的 你要给我带出来 你要不给我送回去 我告诉你 你完蛋了 这话说的还讹上我了 今天晚上就在这个地方露营 没有人就我们两个人 明天早上还是睡到十一点半 然后呢起床走人 其实我们应该买一点八加一 晚上没事的话是等一点 小酒一喝 嘎嘎一睡 可爽 这就是我们的旅行生活 挺累的 真的 旅行太累太累了 每天开车吗 累死了 可辛苦 可辛苦 还有很多人就说羡慕我们 旅游啊 自驾啊 想去哪里去哪里 其实讲实话 我们也不想 不想去 没办法 为了生活 对 没有办法 为了生活吗 我们干着你们 我们干着我们觉得很辛苦 但是你们很羡慕的事 兄弟们 你们出来玩呀 太贱了 不过今天晚上这个地方挺不错的 你看下面这个城市都能看到 对 对 晚上我们吃完饭 我们去转转 他们有橘子吗 我们买点橘子应该也便宜 这个产地应该很便宜 这满山都是 满山都是橘子 好了 我们开始做饭了 明天再记录吧